東北交通館處多年用心養護管理的 龜山島自然環境保存得相當好 透過完善的規劃以及永續經營的理念 因此獲得了全球百大故事獎 還有國際生態旅遊獎雙料的肯定 因此風館處特別授旗給賞金的業者 勤勉共同創造優質的旅遊產業 帶領宜蘭成為國際的觀光城市 透過盛大的慶祝活動 東北交通館處長馬惠達 特別向來賓宣布 龜山島秉持永續經營理念 維護生態同時兼顧旅遊服務 不但吸引越來越多國內外遊客 造訪登島以及賞金 還因此獲得國際雙料大獎 龜山島經驗起航意義非凡 我們得兩個大獎 四月份依照規定才能夠公布 第一個亞洲 我們的生態旅遊聯盟 第一屆的國際生態旅遊大獎 我們得獎 全世界全球永續觀光委員會 推動的浴室目的地百大故事獎 我們得獎 所以說這個榮譽分享給大家 同一個時間也要強調 分享的同時 這也是屬於我們共同擁有的 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的 公安處同時受其綠色文化產業認證的賞金業者 肯定他們在旅遊品質的維護 未來結合廣美景點 國務館跟海岸風光 帶動台灣走向國際 旅遊發展 更將宜蘭觀光產業回向高峰 我們業者也透過認證 像我們在綠色觀光產業的認證 逐步在增加很多的加速 包括住哪裡 包括吃什麼 包括什麼體驗 包括什麼樣的綠色觀光旅程 可以提供給遊客來參與 我們都在持續的努力中 我想我們很多的精彩都已經在呈現中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要讓外面的人喜歡我們的先提 就是我們要自己喜歡自己 我覺得這個在宜蘭做得很棒 敬驗啟然 快樂出發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这里则是要找志工 开张将近10个月的利则减免费商店 每个星期一跟星期二早上的9点到11点 则是提供给民众二手务的交流空间 由于民众反应相当的好 希望免费商店多开几天 所以正是招募志工的时候 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分享的快乐 也让习物的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 在五节乡公所跟在地志工的支持下 利则减免费商店去年7月份在利则老街开张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早上9点到11点 提供民众二手务的交流空间 让大家把用不到的好物带来 也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由于民众反应热烈 希望免费商店多开几天 所以免费商店正在招募志工 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分享的快乐 欢迎来免费商店当志工 现在目前整个免费商店是有四位志工营运 那目前是开每周一每周二 可是就是一直有人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就会还蛮想要其他时间或是假日可以来 但因为我们志工的人数排班的时间有限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开周一周二早上 那也会希望说未来如果可以有更多志工来 就是来免费商店 他可以协助我们管理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开放更多时间让民众来参与 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物品 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可以马上先带走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多福利的 我们在网路上有一个报名表单 在我们的利泽姐免费商店的粉专 那也可以直接如果直接Google免费商店 利泽姐免费商店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就是可以直接跟我说 利泽姐免费商店是个提倡 让有用资源持续流通的空间 需要志工协助空间管理 活动推广跟安排排班等等 目前志工有四个人 多数是在地居民 他们喜欢来到这里当志工 很高兴看到这些二手务 重新找到新的主人被好好利用 第二就是有好的东西 我需要的东西我就可以带回家 然后有一些人他不敢来的 我们就跟他讲说 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你废物再利用的话 就是再回收再利用的话 这样对你们对环境都是一种好处 以前就是看到东西会买 现在就是在过减法的生活 自从来了这里之后东西就买比较少 就比较不会去买 因为你要先想你买了之后 只会增加家里的负担 第一要费用 第二就是要空间来放那些东西 每个礼拜都期待礼拜一 然后这边也可以聊天啊 人事很多人 像我问我老公说 我在这边认识有当老师的 有教授的也有心理医师的 大家都和和气息大家都很好 我就觉得说那种气氛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以前我的生活圈子比较小 对啊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好的地方 然后冰赛有时候都会办一些活动 让我们那个心灵提升 他听听那个演讲或者是那个演唱会 我们都有参加 只要时间许可的话我们都会参加 真的是非常棒 希望大家有空来这边逛一逛 免费商店等你来挖宝哦 你的废物是我的宝藏 丽泽姐免费商店传递分享 代替购买的理念 不仅帮二手物找到新主人 也让喜悟的观念 逐渐落实在民众的生活当中 目前免费商店没有盈利 但志工是让商店永续的重要力量 持续推广环境教育 欢迎有志的同好 可以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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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县长李自妙亲自颁发表洋状 肯定这群辛苦耕耘的阅读推手 四月二十三号是世界阅读日 四月份是南洋阅读月 所以我们今天颁奔奖的这些推动阅读的所有的志工伙伴们 非常感谢他们 那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 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阅读的好习惯 所以我们感谢这些志工们不免不休 长期以来对我们这些小朋友用了爱心耐心恒心很多个心 再教导我们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从小就看到了这个世界 在阅读里面就会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宜兰县政府全力的支持 另外会议中宜兰县政府跟外交部的国际传播司 共同捐赠了7200本的《台湾光华》杂志的期刊 送给宜兰县各级学校作为典长 而这也是外交部国际传播司首度捐输给学校 希望让阅读素养向下扎根 同时也推广双语教育 《台湾光华》杂志它的报导内容 主要就是一些台湾的一些软实力 包含有各种艺文 多元族群 甚至是旅行 所以说各种内容里面 把台湾的一个美好传播出去 这是我们以前的初衷 但现在因为因应国家的新南向政策 甚至于说双语政策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这个双语 甚至是多语推广到小学教育 甚至国中高中的阶段 《光华杂志》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 也可以凝聚台湾人的一个向心力 整个凝聚台湾的向心力 然后把台湾让世界看见 政府首次合作 那之后的话 如果各地方政府有兴趣的话 事实上也会是一种 心火相传的一个概念 世界阅读日的推手获选 个人组有八位老师 包括复兴国中的郭姿涵 南光复国小的李文静 国华国中的陈佩玲 乌罗东国小的林雅云 江西国中的张欣怡 西南国小的蓝亭云 万富国小的陈寅书 大同国小的吴诗星 团体组的部分则是有 南澳高中的哈亚爱阅读团队 湖山国小的阅读志工团 以及竹林国小的图书志工团队 他们都透过阅读 打开孩子的无限视野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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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